第十六章 华尔腾之冬 经过一个安静的冬夜 醒来后 我依稀记得在睡梦中提出的问题 只是详细的内容已经记不清了 我看见窗外万物在清晨展现生机 天空泛着沉浸的光辉 我想 醒来时的大地和阳光便是答案 稚嫩的松树上坠着雪花 山坡正在呼唤我的小木屋 大自然不会发问 提问题的总是人类 大自然也不会回答 因为答案早已蕴藏其间 王子啊 我们用仰慕的目光凝视你 并将你奇异而美妙的景象 渗透到我们的灵魂深处 黑夜遮住了大自然的神奇杰作 白昼却重现它的伟大和光荣 在宇宙之中 在大地之上 我拿着斧头和水桶去找水 在一夜白雪飘零之后 可能要借助魔葬才能找得到水吧 湖水泛着冷冽的天光 平时它异常灵动 冬天时却凝固了 连最重的牲口也可以在上面行走 你无法分辨哪里是湖 哪里是平地 土拨鼠还要继续冬眠三个月 我站在积雪的平原上 好像置身于群山怀抱的牧场 我走过一英尺深的积雪 打穿一英尺厚的冰层 跪在冰上喝水 柔和的光线仿佛透过磨砂玻璃 照进去 像一个静谧的鱼缸 细沙和夏天的样子很像 澄清 宁静 黄昏的颜色笼罩着这里的一切 协调又匀称 早晨的时候 万物被寒气冻得僵直 人们带着午饭和钓竿 来钓鲈鱼和缩鱼 那是一些充满野性的人 他们靠着本能生活 在城市的边缘游荡 城市和城市之间 因此联系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他们拥有在大自然中生活的经验 就像城市居民精通人情世故一样 他们穿着粗泥大衣 饿了就找块橡树树干坐下来吃饭 他们不爱看书 做的比说的还要多 你瞧这位在钓缩鱼的人 他用大炉鱼来当耳 再看看他带的桶子 你会觉得他已经把夏天密封起来 藏在家里了 他拥有许多冬天 一定是从朽木中找到的 他就生活在大自然的深处 远超过自然科学家所研究的深度 而且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需要被研究的自然之谜 他用斧头劈开树木 靠剥树皮为生 他赋予自己捕鱼权 我喜欢看见他出现在大自然中 就像看到鲁鱼吃掉槽鱼 缩鱼吃掉鲁鱼一样 我仿佛看见他吃掉了缩鱼 他和鱼儿们形成一条食物链 其务时 我会对鱼人的生活产生兴趣 他们在冰上挖了很多等距离的小洞 把白羊树枝放在上面 用绳子栓牢 防止拉杆被拖下水去 当鱼儿上钩时 就会把吊线拉下去 美丽的华尔滕湖中的缩鱼是如此深密 当我往那些小冰洞里张望时 常会看到街上和森林中看不到的东西 就像在康镇无法感知阿拉的生活一样 华尔滕湖的缩鱼和遍布大街小巷的灰白色鲁鱼 和黑丝鱼比较起来就是不同 它们拥有罕见的色泽 像珍珠和宝石 它们简直就是华尔滕湖的化身 是华尔滕湖中动物化的精灵 翠鱼般的鱼儿在深深的湖中畅游 远离喧嚣的城市 你在市场上找不到它们 要是它们在市场中出现 必然会成为众人的焦点 如果你真想那么做 也不会太难 因为鱼儿只要离开水面后 扑腾几下 就会马上魂归天国 我想恢复失传已久的华尔滕湖底真相 1884年 荣滨之前 我用罗盘 铰链和水深测量仪进行勘查 关于这座湖 无法探底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人们只凭传言 就相信湖深无底 真令人讶异 我去过这一带的两座无底湖 还有一座传说 是华尔滕湖可以通到地球的另一端去 那是有人在冰上躺太久 躺得头昏眼花才会这样说的吧 他们还说看到了许多巨大的洞 可以填满很多甘草 说那里是冥界的入口 还有人装了一车的绳子 在夜里测量 但就是找不到湖底 不过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华尔滕湖有湖底 它的湖底很紧密 只是这种深度太少见了 其实要测量它的深度很容易 我就是用一根掉线测量的 在线的一端 细上一块1.5磅重的石头 再将它放入水底就行 石头没有到底以前 不要把它拎出水面 就这样 我测到最深的地方 有102英尺 如果湖水上涨 就增加到107英尺 对于面积这么小的湖 这种深度的确令人惊奇 不过 要是所有的湖都很浅 那它们对人类的心灵 还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吗 这座湖 可以说是一种象征 是人类无限的象征 一个工厂主人对我所测出的深度 表示怀疑 他对水渣很熟悉 他认为湖沙不可能出现在 这种深度的湖中 但是对于最深的湖来说 是不能单凭它的面积去想象的 要是将湖水都抽干 你会发现在你眼前的 并不是陡峭的山谷 而是一片草地 威廉基尔平在景色方面描写的 颇为传神 他写道 这一湾水深约六七十英尺 宽约四英里 他还评论说 当水流奔腾进来时 这里一定会形成一个可怕的缺口 如群山般高高隆起 低线的湖底如此深沉 平坦宽广 多美的河床 密尔顿在施勒园中 就是这样说的 要是我们可以把费银湖弯 最短直径的比例 套用在华尔滕湖上的话 我们会发现 它的重切面是浅盘的形状 我们知道 费银湖至少比华尔滕湖浅四倍 如果把费银湖的水全都倒出来 形成的缺口是非常可观的 许多长满玉米田的山谷 都是急流退去后 所形成的可怕缺口 地质学家们 唯有运用他们的洞察力和见解 才能让人们相信事实 他们可以从低矮的小山中 看出一座远古时代的湖泊遗迹 以及一般人看不出来的历史 就像常在公路上工作的人 很熟悉路面状况 可以在下雨时 分辨出哪里是凹地一样 想象力这种东西 只要稍微解放一下 就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 因此 海洋虽然很深 但它的面积如此宽广 相较之下 感觉似乎就没有那么深了 测出湖的深度后 我决定测量湖底的形态 这比测量港湾容易 我发现 湖底是不规则的 最深的部分 有好几英亩是平地 和陆地上被人耕种的土地 没有太大的差别 我以湖心为中心 离湖心每100英尺的变化 我都很清楚 有人认为 宁静的湖底有一个深洞 但是 即使有 也应该被湖水磨平了 湖底是有规律可循的 它与周围的岸边 及附近的山脉都相联系 形成一个整体 只要观察远处 一个湖湾的方向 看看沙洲和浅滩 溪谷和山峰 就可以明白很多事情 我按10比1的比例 画了一张湖底形态图 在经过100多次的深度测量后 我发现了其中的规律 湖最深的地方在湖心 它位于湖泊最长线 与最宽线的交叉点上 湖的轮廓很不规则 长宽的对比 是从凹处测量出来的 我不知道海洋的结构 是否也跟湖泊一样 这个方法是否可以用来测量高山 可不可以把高山 可不可以把高山和峡谷 当作相互参照的东西呢 我测量过五个凹处 了解到上面的沙洲之所以会形成 不仅是因为面积扩 不仅是因为面积扩展的需要 也是为了满足水深的需求 狭角显示出沙洲的位置 每个入海口都有一个沙洲 和这个很类似 宽度大于长度 比内陆的水更深 因此你可以用这种方法 来测量入海口的盆地 我用这些方法来测量湖的最深处 透过轮廓图来了解湖岸的特性 为了检查我的测量精确度 我选择了白湖的平面图 这个湖没有岛屿和入口 占地约41英亩 因为最宽和最长的线很接近 所以这个地方隔岸有两个辖道相连 而两个沙洲的距离却很远 我在最长的线上选了一个点 让它和最宽的线交叉 把那里当成湖的最深处 果然这个最深处与实际情况的误差不超过100英尺 不过对于那些活水的湖泊来说 情况可能会复杂得多了 大自然的规律就是这样 只要根据一个基础原理 就可以举一反三 不断地推论 我们有时候得到的结论是荒谬的 这并不是因为大自然无法掌握 而是我们所了解的规律太少 用没有基础的原理来进行推论 我们所知道的规则和平衡 常常局限于一些已经验证过的事物 而更多充满矛盾的复杂关系 还没有被我们发现 我们所掌握的特殊规律来自观念 就像旅人每走一步 所见到的山峰轮廓也随之改变 绝对的形态可以用不同的平面来呈现 就算把山拦腰截断 你还是无法了解它的全貌 其实有关这座湖的道理 也可以运用在伦理学上 也就是规律性 用两条直径进行测量的规律 可以同时来研究太阳系和人的心理 一个人的行为和生活背景 形成了长度和宽度 我们借由这两条线 来到它的交汇处和入口 就可以了解它性格的最高峰或最深处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人的河岸走向和周边情况 来判断掌握它的秘密 它的周围要是山脉起伏 湖岸险峻 那么它应该是个有深度的人 而它的周围若是低频的湖岸 则向我们展示了它某方面的肤浅 我们的身体亦然 突出的前额象征思想的深度 而在我们身体的凹处 也是有沙洲的 它代表我们的特殊倾向 这些凹处是我们的港湾 我们会在这里滞留很久 甚至永远被囚禁在这里 我们的狭角也会决定我们倾向的大小 形式和方向 暴雨或潮汐冒出水面时 意味着那些原本混沌不清的思想即将成熟 思想在形成主体后 也会从带着原始气息的咸水变成淡水 最终成为海洋临近的死海 或一片沼泽 当人们出生时 我们可以说 有一片沙洲正升上水面 我们的思想就像四海为家的航海者 在没有港口的海岸线上漂流 偶尔会遇到一些充满失意的小港湾 更多的时候则是来到大港口 这个港口就是单调枯燥的科学 我们的思想会在这里被重新组装起来 以适应世俗的需要 没有一种潮流 可以永远保持其自身的独立性 华尔滕湖的湖水出入口太普通了 不外乎是雨季和水分蒸发 用一纸温度计或绳子 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这样的湖 因为水流入湖中的位置 在夏天是最冷的 在冬天是最暖的 1846年到1847年之间的某一天 绝冰工人在这里挖掘冰块 并把冰块送上岸 却被买冰的商人拒收 因为这个地方的冰比其他地方要来得薄 绝冰工人发现这个地区的冰比别处薄 因此推断此处一定是入口 他们还告诉我一处漏洞 湖水从那个漏洞流出去 流经一座小山 到达附近的一片草地 我站在冰块上 被他们推过去查看 果然 水深十英尺的地方有个小洞 我表示不需要把这个小洞填起来 除非发现了更大的漏洞 想要证明这个漏洞和草地的关系也很简单 把有颜色的粉末或木屑从洞中放进去 在草地的泉水入口设计一个筛减机关 就可以知道结果 就可以知道结果了 我还发现 16英寸厚的冰层 在微风下会有波动 酒精水平仪 由于无法在冰上使用 因此 我们可以放一根 和酒精水平仪有相同作用的刻度棒子 只要将棒子对准岸上的水平仪 就会发现 离岸一英尺的地方 冰层的最大波动有四分之三英寸 尽管冰层与湖岸是紧紧相连的 不过 也许湖心的波动会有更大也不一定 要是我们使用的仪器 能再精密一点的话 甚至可以测出地表的波动 将水平仪的两只脚置于岸上 另一只则放在冰上 在第三只脚上瞄准 就可以发现极细微的冰面波动 反映在湖对岸的一棵树上 长度距离这儿有好几英尺 我测量水深时发现 积雪使冰面下沉了几英寸 在上面挖洞后 水从洞中流了两天才流完 四周的冰却被磨得很光滑 这也是湖面干燥的主要原因之一 积雪的水流进去后 水位提高 冰层上升 就好像船中的水从洞口流出 当洞口冻结时 下雨后又会结成新的冰层 冰的内部是蜘蛛状的美丽图形 这些小冰球就由那些水流程形成的 有时冰上会有浅浅的水洼 我可以看到冰面投射出两个影子 重叠在一起 一个是冰造成的 另一个则是由周围的树木和山坡上的积雪冰层 所映射出来的 现在还是寒冷的一月 冰层依然很厚 一些精明的地主却开始来取冰 准备在夏天使用 这种人给人很深的印象 也让人觉得很可悲 他们穿着厚大衣 戴着皮手套 整天忙得要死 不知道他们会带什么东西 到另一个世界去当冷饮 他们把冰像柴火一样运走 放到地窖中 这些冰块被拖着经过村庄时 看起来就像是凝固的天空 绝冰人用锯子聚冰 勤快而有趣 1846年到1847年冬天 一百个北极人带着车辆 篱扒等各种工具来到湖滨 奇怪的是 他们都带着一种叫双脚叉的工具 新英格兰农业杂志和农事 这两本书上都未曾记载过这种工具 我很快便明白 他们来到这里既不是为了手工艺 也不是为了推销冰岛的新种子 一个地主指使他们来拨去 华尔滕湖的外衣 为的是增加自己口袋里的钱 这些人跟爬离地 简直就像在整理一座农场 突然他们用钩子勾起了那块处女地 那是一片松软且富有煤炭的泥沼 我猜他们会马上把泥沼运走 然后再来挖 而华尔滕湖 有时也会像印第安女子一样的复仇 将队伍里的故宫困在裂缝中 结束她的生命 有时冰冻的土地会将犁头的钢尺折断 让那些人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拉出来 这些爱尔兰人每天在监工的带领下 从康桥到这里挖冰 他们将冰块切成方块运到冰站 并且精确地计算一天一千吨的工作量 他们的冰堆高达35英尺 外面则用干草包起来 可以排除空气 防止冰块被封食出小洞 这些冰堆看起来就像巨大的蓝色堡垒 当他们把冰块用干草包好后 看起来就像长满苔藓的废墟 仿佛是东神的住所 这些人说 在运送途中会损失2%、3%左右的冰量 这一年堆起来的冰 大约有一万吨 后来都被装进木箱里 第二年7月曾开过一次拿走一部分 剩下的经过夏天和冬天 一直到1848年9月都还没有全部融化 最后都被华尔滕湖收回了 冰的颜色就像湖水的颜色一样 近看是绿的 远看则泛着蓝光 漂亮极了 这附近只有华尔滕湖的冰是绿色的 有时绝冰工人不小心遗落一两块 掉在街上 看起来就像一块巨大的翡翠 华尔滕湖有一部分湖水 原本就是绿色的 结冰之后则会变成蓝色 冰真是一种使人着迷的东西 绝冰工人说 他们有一些冰 放在富莱喜湖冰站已经五年了 还是完好无损 为什么水放久了会变臭 冰却能永远干美呢 有人说 这就是情感和理智的不同 连续十六天 我都能从窗口看见这一百个人 成群结队的工作 我看到他们的牲口和工具 这是历书上第一页经常出现的画面 使我想起云雀和收割人的预言 或者播种者的隐喻 又过了三十天 他们都离开了 我从窗口望去 看到绿色的湖水 导印着绿树白云 蒸发着水汽 看不出曾经有人在上面工作过 不久之前 这些冰城还十分坚固呢 而那些查尔斯顿 新奥尔良 马德拉斯 孟买和加尔各达的居民 也都在华尔滕湖饮水 黎明时分 我神游在对话录的宇宙哲学中 自从这部史诗完成后 宝贵的时光不知消逝了多少 和它相比 近代的人及文学显得如此渺小 我不禁想 这种哲学早已超越了从前的生存形态 它的崇高 是我们无法契及的 我放下书本 来到井边喝水 在这里 我遇到了婆罗门教的 梵天的仆人 梵天是婆罗门教最高三体神的教士 他有时坐在横河的庙宇中 斩毒废陀金 有时则坐在树下 淡时瓢饮 仆人来为主人挤水 我们的水桶 在同一口井内碰撞 华尔滕湖的水 和恒河之水融合了 流经传说中的阿特兰蒂斯 和海斯贝拉底斯岛 流经探险家 汉诺的旧航道 来到波斯湾的入口 在海洋热风的陪伴下 到达那些传说中 只有神仙们才知道的港湾